宏达电HTC品牌正式登陆 台湾智慧手机大厂宏达电 昨天宣布正式以HTC品牌进军中国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及执行长周永明 亲自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手机发表会 宏达电之前在中国市场是以多普达的品牌进行销售 但成绩不佳 现在改用HTC品牌抢进中国 不过初期仍会维持双品牌销售模式 宏达电昨天在中国推出四款手机 包括天喜机 天移机 可望机 及野火机 除了与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等三大电信业者合作 也将积极布局零售通路提升市占率 宏达电目前在全球智慧手机市场 市占仅5.1% 排名第四 远远落后龙头诺基亚的38.8% RIM的19.2% 及苹果的15.9% 宏达电执行长周永明昨天说 希望未来两三年 宏达电能躋身全球前三大 外资高盛证券看好宏达电 在Android手机平台的技术优势 出货量将从去年1170万只 到2012年预估将暴增到6040万只 成长四倍多 法人预估宏达电本季营收将超过700亿 每股全益也会由第一季的6.14元提升到13.5元 宏达电今天将配发26元现金 0.5元股票 在基本面支撑下田全席行情备受期待 动新闻台北报导